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黎明,必造的福州人,滑板15年 因为自己喜欢滑板嘛,离不开滑板 没有滑板就是全身不自在 然后用滑板的方式进行旅行 2011年的4月1号凌晨出发 最后到达拉萨那边的时候是在9月9号 骑站这个整个过程,粗略估计是在5000多公里 玩极限运动的人,他们通常都会比较自由 积极向上,喜欢挑战自我 滑板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一种生活态度 它跟生活是紧紧相关的 生活上有方方面面的挫折 那滑板也一样,有一些难度比较高的动作 你不可能一下子就完成 你就要不停地去努力 我不玩滑板的话,我可能去网吧上网 我可能跟其他孩子混,可能会学坏 那有滑板,那我可以装心在滑板上 不会去做其他的事情 包括玩游戏也好,或怎么样也好 玩以造年 你会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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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早期刚开始,就是 装心练习的那段时间 都是下午两点 到广场 然后一直练习到完成吃饭 吃完饭,继续 一直到凌晨一点 然后甚至有时候通宵 就有可能一个动作 你今天没完成,你就不爽 就不回家 就要一直练习到 你把这个动作练习到成功 或者说有一定的进步为止 然后再回家 我们那时候好像连网络都很差 后面是有国外的朋友 寄那种光碟 我们一人刻录的一旁 自己回家看 都这么学过来的 在我那个年代概念里面 其实没有玩具这个概念 因为以前我们哪有什么 什么变形机干 什么玩具都没有 在我的印象当中 滑板这个东西 给我带来的感觉就是 它可以滑 超越了其他任何 跟小朋友玩的东西 反正超越任何东西的感觉 我觉得说 哇这个很神奇 一块板比较四个轮子可以滑 这个运动我喜欢 对我来说应该不是玩 对我来说应该是 更认真的一种态度 去对待这项运动 像对待生活一样